人生真的是像电影 我这辈子都没有想过 我会变成现在的样子 我也从来没有想过 粉丝会这么多 我的一句话会带来这么大的影响 就所有人都会说 我也可以像他一样 只是介绍产品嘛 就是卖货呀 但他完全不知道说 你要在这个行业里面 付出什么样的代价 才可以成为李佳琪 城市的活力和魅力 来自于生活在这里的千百万个 充满热爱的个体 今天我要去见一个人 李佳琪 一个新的时代符号 一个在无数日夜 为城市不断注入能量的人 我很好奇 他是用什么强大的驱动力 才能成为被时代 和这个城市选拟的人 未来的24个小时 我们一起探寻他心中的热爱 以及这些热爱背后的故事 你应该是经常在更晚的时候坐车在街上走的 对 真的来上海一年的时间 本来没有体验过九点钟的上海 我一直在直播间 在一个很封闭的情况下在工作的 然后我出来的时候都是大街上没有什么人了 我感觉你在车里应该是不太看外面的对吧 睡觉 一上次就睡觉 哪怕只有十分钟 五分钟 我就闭着眼睛开始休息 我是习惯出门的时候都会把窗帘拉起来 就有一次我在想记录在立交桥上 然后把窗帘一拉开 就灯红九日 就是原来我在直播的时候的那个工作状态 外面是其实居然是怎样的 在想 我今天没有在直播 那些女性在干吗 我就想这个 你第一次来上海是什么时候 17年6月1号记得非常清楚 然后也是那晚的生日 凌晨五点钟开车到上海 已经下午快六点钟的时候 到公司楼下 车一停 狗狗一报 上去直播 播完了大概一点多钟了吧 然后才去收拾行李 然后一直到现在 嗯 当时昨天 跟着这段时间 看着我们是什么时候 不能像这些编程 电影 然后再次有再次 怎么看 这样子 然后再次 就割得好 所以 这位大人 电影 电影 你带会出去的是我同事们给你准备了一份礼物 你从这个门出去 这也太夸张了吧 收件是我 真实的连线吗 就看到我吗 真实的连线啊 张玲姐 我就是你的这个礼物盲猴 好久不见 看你的直播五年了 我还记得就是第一场看你直播的时候 观看人数也就七百多人 然后当时我打一行字 能在屏幕上待五分钟 那个时候你的出现了 让更多的女生在直播间相识相伴相知 然后受到鼓舞 刚刚那个女生确实是 这一路给了我挺多力量的一个人吧 从开始没有人在喜欢我 和没有人在关注我的时候 她每天的直播都会出现 她的名字每天都会在 我最难熬的那段时间出现 所以我会觉得 我一定要记住她的名字 而且她就是我的第一个粉丝 你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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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之前呢也是一名美妆贵哥 我想问你个问题啊 你说 您怎么确定就是一件事情 是你最热爱的 什么是自己最热爱的 我觉得现在年轻人可能很难 想通一件事情就是 工作到底为了什么 真正的热爱是 当你把这件事情完成之后 你会觉得很放松 然后不会觉得那么的累 或者是你完成了这件事情之后 你会会心一笑 这就是我觉得 对工作的一个热爱吧 是真的你发自内心 喜欢这件事情 你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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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记得你 我非常非常地记得你 就是你已经关注我很久很久很久了 对 因为我一整年的时候看你 就是我觉得看你的直播 像一种理财一样 真的 我记得你说过一段话说 是不是不要看我直播了 不要看佳琪直播 除非你有经济能力 你自己赚钱了 你再来佳琪直播间买东西 希望你接下来的内容越来越好 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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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 我会加油的 你放心 今年会有很多 不一样的东西带给你们 希望你们会喜欢 其实很多的女生和很多的消费者 他们其实拔掉了自己身上的羽毛 插在了我的身上 所以我在飞的时候 就是一定要去把这些羽毛照顾好 因为我觉得再把它从我身上拔出去 那个代价是雪的代价 确实是一个双向的 可以称得上热爱的一种感觉 那如果说有一个机会 你跟他们随便讲点啥 你会有什么想说的吗 如果有一天 主播李佳琪不在了 但是我一定会用另外一种身份 和另外一种方式 在另外一个平台或者是场合 会跟你再见面的 你觉得最后一场直播 可能是在什么时候 就是不告诉他们的时候 我不太能够接受 就是在直播间里面说那些东西 和跟他们说 就真的以后没有直播了 就是我觉得我有点控制不住 会挺难控制的 因为我觉得最后一场直播 不是我的句号 但这个场景你确实想过挺多次是吗 就是很无聊的时候想过 想起来挺有意思的对吧 会 会很好玩 就是想了想自己会笑 然后想了想自己会很难过 对 但是我觉得我想通了 可能这会场直播就是 突然就没有了 这个可能要弄一弄 又疯 又疯 我相信李佳琪是一个热爱生活的人 他并不是一个天生 只因为工作而兴奋的人 他是一个敏感但不脆弱的人 在一个人身上 同时出现这两个特点 概率其实是不大的 今天下午在停机坪上 有一个问题是预设要问的 你其实现在站的位置是很高的了 会不会忽然会有一种高处不胜寒的感觉 没有 我今天在胜寒 你觉得现在的这种生活方式 跟之前相比哪一种更开心 我以前就跟朋友在一起的时候 那时候每天晚上可以吃 每天晚上可以喝 每天晚上可以玩 大家每月就只有几块钱的工资 但是也可以过得很好 那是一种没有一种额外压力的状态 对吧 是 而且你知道我妈妈 就非常非常有趣的一个点 比如说当你力所能及范围内 学会花钱的时候 就表示你对你的状态 和你的收入什么的信心 当你就是一直不敢花钱 和一直不敢享受生活的时候 其实对你对那种生活 和那种美好的东西的向往会减少 但确实我觉得这种这件事情 还是因人而定和因家庭而定 你觉得直播对你本人 还是意味着什么 直播对于李佳琪本人 这是我目前为止最热爱的一件事情 而且是我非常非常非常 非常想要达到的认可 是一个我可以做我想做任何事情的基础 因为我在直播途中尝试过拍电影 拍广告 舞台上唱歌 拍走音 做公益 做公益 因为我觉得我的机会来之不易 就十几亿的人口里面 出来了一个李佳琪 我还不努力 我还不把握机会 我还不去让大家看到 我可以有更多的可能 那我要干嘛呢 我是从完全不被理解 为什么要做这个职业 到慢慢被接受 我觉得这是一件 对我来说比较宝贵的事情 我需要为一些年轻人做榜样 就是年轻人在追求这个行业的时候 是往正的方面去走 而不是追求昙花一现 你担心过昙花一现吗 我不担心 我昙花一现早些了 你看到未来是觉得非常清晰的吗 我最清晰 今天没有工作 明天第二天去找工作 我可能要选谁给我的工资更高 或者我更爱那件事情 然后开始挑选工作 我觉得我对我的未来 比较有信心 一个人所有的时间 几乎全花在一个事情上 在这个事情里面 他找到了满足感 然后实现了自己的成就 这大概率就是热爱 这种热爱 对每一个人来说 都是很幸运 很值得追求的事 我觉得强的人太多了 而且我越来越觉得 还有很多东西没有做好 我一定会画上一个很圆满的句号 我才决定我要离开 我不害怕我的未来 我只是不舍我的现在 你这样是不是很快就睡着了 你这样是不是很快就睡着了 我现在睡不着的 现在是我最兴奋的时候 好 好 好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